这个听众给我们留言的问题是这样子 他说夫妻呢 在不同的州工作 但是是联合报税 那如果呢 比如说他在A州工作 然后老公在B州工作 联合报税的话呢 相当于呢 他自己本身又在B缴了税 那老公呢 也在A缴了税 他又是担心这个重复报税的这个问题 那他现在想问说 如果呢 他自己本身的收入比老公多个好几倍 会不会导致于呢 在这个老公的那一周 所后的税会不够 会被罚款 到底怎么解释才是合理的呢 因为他讲这个A B 大家可能会比较混淆 现在很多人是说 我在加州 我在德州都有 那如果我在加州 我在德州都有的话呢 如果这个两边都有工作 那要假如所得税的话 会变成重复课税的问题吗 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李鸿健 快进去 来帮我们做一下解答 这个我们电话线好像有点问题 尤其我们的小天使在帮我们连线一下 好吧 李鸿健会计师 现在没有在我们的电话线上 请重接一下 好的 那相关于这种重复课税的问题呢 我相信很多人呢 其实我在早期 还在读书 或是还在打工那个年代 我自己没有仔细在看这个报税单 通常呢 就希望这个会计师帮我算出来的 脚越少越好 然后呢 他这个随着你接下来的投资啊 很多人搬家啊 然后结婚啊 家庭状况的改变啊 然后有抚养家里的长辈 或抚养家里的小孩 都会越来越复杂啊 像刚刚这种夫妻在不同州 分别不同地方在工作 请问他在扣所得税的时候 应该算哪一周呢 有没有可能两周的税都被 扣掉都缴掉了 那是不是收入比较高的那一周 就是 就应该给那一个 那一个 那个周 来做这个计算了 像这样的这个税务问题 我们请到我们的李鸿健会计师 来做解答 李会计师 麻烦你 好的你好 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说 要是夫妻两个人 在不同的州的话呢 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 夫妻两个人分开报 这种情话 好 这分开报的话呢 那么就是州税中的话呢 国人交国人的州税 但是说 夫妻两个人分开报的话呢 就有可能会丢掉一些credit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可能如果有小孩的话呢 就会按照一方按照household这个来报 另外一方按照夫妻分开报来报 这是一种处理方法 其实这两种 第三种的话就是你可以强迫按照夫妻两个人 就是合报 夫妻两个合报的话呢 那么在收入中的话呢 就是因为你们已经交过两个州的州税 就预扣过州税 在这种情况之下需要把收入进行分开 分开来算 然后再来算州税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就是相当的 就是说这里面的话就不能够一下子都说了出来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 如果是夫妻两个合报 分开报叫州税的话呢 那么在另外一个州里面所交的州税 也可以在另外一个州里面做credit 所以说不会出现两个州 都是共同交税 就是重复交税这一点 但这可能会出现 就是说因为你把收入分配到比较高的 税数的州会损失一下 会交比较多的税 这是有可能的 其实有些案例 像我们有些夫妻是 一个人住在拉斯维加斯 因为拉斯维加斯他们那边缴的税比较低 或者是有些这个富人 他们会特别搬到这种州税很少 或是没有州税的这个地方 那在加州我们的州税其实还挺高的 但我们就是阳光州嘛 我们好多的收入 好多的机会 好多的一个市场在这里 所以如果两夫妻在不同的州 明明很近哦 就在隔壁州而已 明明住很近 但是因为所属的环境是不同的州 所以他们在课税的部分呢 他不能够自由选择说 哪一个州税低 我就在那一方来去做报税的动作 一定要是居住的这个地点来做报税嘛 是不是 对了对了 所以它叫Primary Address 就是你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在哪个地方 OK好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复杂 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实际情况呢 给我们的会计师来做计算 才有办法呢把你算出来怎么样做最划算 如果呢算出来划算的方法是必须要做这个分开报税的这个动作的话 如果有抚养人的话 也要看看哪一个人是做抚养人是比较划算 像他刚刚讲有一个人收入是好几倍 然后有一个州是特别贵 所以这个要仔细做下来 好好的算一下才能够清楚嘛 是不是李宏健会计师 对了对了 好的 再次谢谢我们的李宏健会计师来帮我们做解答 谢谢您的社区服务 无事不登三宝店 有事空中来相见 谢谢我们的李会计师 谢谢 好谢谢